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图门市主要负责同志 分别汇报疫情防控工作进展情况 景卷还指出 目前全球疫情仍处于高位 我省外防输入压力不断增大 各级党委政府必须深刻认识抗疫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深刻 完整 全面把握党中央确定的疫情防控方针政策 坚决克服 认识不足 准备不足 工作不足等问题 坚决克服 轻视 无所谓 自以为是等思想 坚决同一切歪曲 怀疑 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 继续坚持快准延细时 进一步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施 切实加强口岸管理 严格执行落地减等要求 严防发生疫情规模性反弹 一要紧紧把牢 屏占转换官 长白线 图门市要立即实行提及管理 其他重点县市区要密切关注疫情态势 一旦发现新的疫情 迅速采取坚决果断措施 有效遏制住疫情扩散蔓延 二要紧紧把牢 核酸检测官 白山市 延边州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委会 要立即开展多轮全域全员核酸检测 省值有关部门要尽快调集移动核酸检测车等检测力量 前往支援 尽快摸清链条 找到源头 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 三要紧紧把牢监测预警官 进一步压紧压实四方责任 严格落实四早和四应四尽要求 省值有关部门要调派有抗疫经验的疾控专家 医护人员支援指导 视线两级一把手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 着力健全检测预警和疫情防控指挥体系 抓好市域统筹资源调配 发现一起 报告一起 处置一起 扑灭一起 四要紧紧把牢物资保障官 省上统筹调配核酸检测设备 试管 试剂和中药 加强防控能力建设 扎实做好防疫物资 生活物资储备和调运 优先保障重点地区需要 为防疫抗疫做足充分准备 要加大督察检查力度 指导督促有关地区 以五化闭环工作法抓好落实 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到实处 见到实效 刘伟 范瑞平 胡家福 田锦晨 张安慧 阿东 刘金波 李伟 及有关县市区主要负责同志 在各会场参会 今天省委书记景俊海在长春市 就自建房安全整治工作进行调研 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 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湖南长沙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 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认真落实全国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 电视电话会议部署要求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在工作中要有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坚决抓好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和社会大局稳定 丰顺街与永昌路交汇处的一处微房 正准备拆除 目前人员已经全部迁出 景俊海详细询问各项工作进展 要求长春市对所有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 要纳入排查整治工作 坚持一微房一专班 依法依规采取措施 有效整治存量微房 坚决遏制增量微房 要扎实做好安全鉴定 人员安置 设计施工等工作 确保人不进微房 微房不进人 在开运街与胡锡路南三胡同交汇处 景俊海实地查看一处 已经被平定为微房的四层经营性自建房 强调要对经营性自建房定期鉴定 严查 违规改扩建等问题 依法依规 整治到位 童新街道双丰村自建房连城一片 景俊海要求长春市在城乡接合部 开展拉网式起底式地毯式排查 发现隐患要及时报告有效处置 坚决防住风险 保障安全 调研中 景俊海强调 开展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关系人民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大局 全省各级党委政府 要扎实推进百日攻坚行动 全面压实责任 动态拉网排查 强化整治措施 确保风险隐患排查彻底 整改到位 要聚焦城乡结合部 城中村 彭户区 学校周边等重点区域 突出人员密集 涉及公共安全的经营性自建房 对存在违法改扩建 违反建设标准 人员密集 年久失修等情况的房屋 进行再排查 再整治 确保不漏一房一处 要加强对微房的动态认定和分类整治 对有安全隐患的房屋 建立一户一档 制定一户一侧 实施台帐管理 压查推进整治 坚决消除隐患 要建立房屋安全管理长效机制 加大巡查检查和执法力度 进一步强化常态化监管措施 健全自建房安全体检制度 有效防范既有房屋发生安全事故 要坚持谁拥有谁负责 谁使用谁负责 谁主管谁负责 压紧压实房屋所有权人主体责任 房屋使用人使用安全责任 相关部门监管责任 属地政府管理责任 以五化闭环工作法狠抓落实 确保各项整治工作横向道边 纵向到底建造成效 张志军参加调研 人才星则吉林星 人才强则吉林强 近年来我省聚焦一组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坚持党管人才原则 围绕人才隐喻流用 高质量造就新时代人才队伍 为实现吉林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注入强大动能 2021年4月8号 一场名为创业有你 就在吉林助力新时代 吉林振兴发展的报告会 吹响了促进吉林高校毕业生 留级创业就业的冲锋号 2021年 全省共有9万余名应届高校毕业生 选择在吉林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 奉献青春 施展才华 让我感受到了吉林省 对于人才的重视 也是觉得会有更多的机会 在今年的2021届的毕业生当中 我们留省就业的人数 占比突破了30% 主要是在汽车制造 轨道交通 光电子 医药 卫星等省内的重点支柱性的企业 尤为突出 今年为积极应对疫情 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造成的冲击 我省人事部门通过制定促进就业政策 扩大就业岗位规模 组织专项招聘活动等举措 吸引更多的高校毕业生 留在吉林 扎根吉林 奉献吉林 近年来 省委省政府坚定不移 实施人才强省战略 省委主要领导亲自部署推动 把人才工作纳入振兴发展总体布局 持续释放加强人才工作的强烈信号 2018年2月 出台关于激发人才活力 支持人才创新创业的若干意见 用18条激励措施进一步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 2021年2月 重磅推出人才政策2.0版 对人才18条进行全面升级扩容 2021年10月 成立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坚持一把手抓第一资源 推动各级党委党组 健全完善党管人才领导体制机制 一条条含金量十足的政策措施 进一步回应广大人才 安心 安身 安业诉求 为落实人才政策2.0版 我们在全省共设立77个人才综合服务窗口 为全省高层次人才和用人单位 提供多点就近就变服务 求贤若渴的吉林 分领域制定出台 关于激发科研人才活力 支持科研人才创新创业的若干政策措施 关于激发人才活力 支持人才服务乡村振兴的政策措施等政策文件 着力构建具有吉林特色的人才政策体系 如今吉林大地因广拒英才而欣欣向荣 活力四射 全省人才资源总量有2010年的178.2万人 增至2020年的239.2万人 过去5年 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增加6倍 科技小居人企业年均增幅91.7% 全省广大人才在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 产业转型升级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任务挑战中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眼下吉林正在加快新时代人才强省建设 让各类人才创新创造活力 竞相迸发 聪明才智充分涌动 为新时代吉林振兴发展 汇聚磅礴人才力量 近年来 省图书馆党委 以传承文明服务社会为己任 突出党建引领 扩大服务效能 为吉林人民的文化生活提供了有力保障 省图书馆党委 把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有机结合 使党建工作找到了有效载体 在党委的带领下 省图书馆积极开展系列活动 让读者能够平等 免费 无障碍地享受图书馆服务 每年服务读者约430万人次 文献外接量达300多万册次 举办各类活动近千场 馆内开展的各项活动 建立的各分馆 流通站 百姓书房和学生书房 汇集了全省各地各类人群 不但为广大读者提供阅读服务 同时也为广大读者提供其他的一些文化服务 比如说我们的展览展示活动 在我们的音乐厅提供的一些教育演出和一些话剧演出 使广大市民在到省图书馆以后享受了更多的文化服务活动 省图书馆党委还从加强党的建设 提高服务能力的需要出发 不断创新活动载体 积极组织开展各类主题党日活动 并利用公共服务平台带动群众参与其中 近年来先后获得十余个国家级和省级荣誉称号 2021年省图书馆党委 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用我们自己的一腔热血 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化知识 公共文化服务 让大家能够享受到书香吉林 带给大家的一个文化盛宴 吉林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 誓言与忠诚党代表风采专栏 展示我省党代表在不同岗位 忠诚旅行使命 拥保党员本色的感人故事 感受他们不忘初心 为民办事的动人情怀 今天来认识辽园市东辽县安石镇朝阳村 党总织书记村主任韩丽 在朝阳村乡村实训基地里 韩丽正带领村里党员们打扫卫生 进行消毒消杀 为承接各类培训活动做准备 本轮疫情期间 韩丽主动要求把村里的实训基地 作为隔离点 成为隔离点期间 实训基地先后接纳隔离人员265人 韩丽每天都带着工作人员 为隔离人员和医护人员 提供各类生活保障 起早餐晚 连续50多天没有回过家 而这样的操劳却是韩丽的日常 围绕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这几年 韩丽着手打造了民族特色乡村旅游 推进民宿旅游景点等项目建设 今年朝阳村又开始了新的旅游项目规划 预计扩建3万平米的旅游服务项目 包括擦饮一条街 水果采摘 蔬菜大棚 生态滑草等 目前正在进行土地平整阶段 预计7月中旬完工 17年的时间 韩丽将村民的年均收入提高到35600元 村集体经济纯收入达156万元 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明星村 示范村 他也先后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创先争优 优秀共产党员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从过去收入 已经几千块钱 现在达到30万 基本上都有楼房 都有轿车 我们确实感谢韩丽景 他确实对朝阳村 和村民有较大的贡献 确实做到了一个党员 为人民服务的种子 下一步呢 我要带领我身边的一些共产党员 及村两伟班的 在我们那个朝阳村这一块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 要服务好大家 为乡村振兴做出最大的贡献 在服务企业月活动中 吉林市通过务实举措 打通企业发展的痛点 难点和读点 便企业找政府 为政府找企业 以高效服务 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今年5月初 吉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以点对点闭环方式 顺利完成了中招 陈丰达招标有限公司的 两项开评标工作 保障了企业两个大项目 建设的顺利进行 年产6万吨碳纤维项目 和焦合物流源项目 是吉林市特别着急的 重点建设项目 招投标又是项目 启动的第一步 市政策局主动与我们联系 在4月20日 又创新了点对点闭环 专车接送评审专家的方式 使我们项目得以推进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吉林市专门制定了 复工复产25条措施 和有序恢复公共资源 交易活动工作方案 点对点闭环开评标阶段 供保障建设工程 政府采动项目9场 总成交金额6.5亿元 5月9日起 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恢复正常运行 中心开通绿色通道 对暂停项目 科学统筹排期 确保在5月25日前 完成107个累积项目的 开评标工作 在今年的服务企业月活动中 吉林市商务部门 还主动建立与企业 常态化沟通的机制 出台支持企业发展政策 通过主动与企业沟通对接 认真把卖企业 极优筹派问题 扎扎实实帮助商贸企业 迅速恢复营业 目前全市限额以上商贸企业 负商服饰率达到了100% 同时我们还积极谋划组织开展 覆盖全市 持续不断的商贸促销活动 围绕汽车 家电等大宗商品 通过打折让利等方式 让百姓得到真正的实惠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 位于长春高新区的中基试验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 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安全生产 截至目前企业产能已恢复到90%以上 每天早上9点 长春新区卫生防疫部门的核酸检测员 都会来到中基试验装备公司 为全场职工做核酸检测 在现场记者看到 职工们以部门车间为单位 依次排队检测 检测过程安全有序 我现在是执行点对点 这种安全防护措施也是非常得当 我认为这个做核酸 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整个我们这个生产运营 保障是非常必要的 驻厂期间感觉到都非常踏实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随着交通物流等环节的逐步开放 企业防疫范围也扩展到外来产品 小件的我们设置单独的 这个静态和消杀的区域 大件的点对点物流公司派送来的 我们统一在外面统一的净放 然后统一消杀 那么隔离 就是12个小时静态放置之后 我们再进行统一的拆包 中基试验装备股份公司 是以试验装备研发制造为主的 国家级科技创新型企业 是国内试验装备领域规模最大 最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 高科技企业之一 疫情期间 正好赶上一家国内航空航天领域 客户产品的交付期 为了实现产品按时交付 公司成立了项目攻坚小组 驻厂生产 据了解 企业发放防护服 口罩消毒液等各类疫情防护用品 截至目前 区内195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已复工182户 复工率93.3% 在港员工总人数25741人 记者日前从一气解放了解到 今年1至4月 一气解放市场占有率达24.8% 将2021年提升一个百分点 实现逆势上扬 持续扩大终端领先优势 今年以来 一气解放深入研判市场形势 及时优化经营策略 坚持创新变革双轮驱动 在面对疫情 油价上涨等多重因素影响下 用过硬产品抢占市场 截至目前 一气解放已经连续6年 稳居终端销量行业第一 并实现了中中卡销量全球5连贯 中卡销量全球6连贯 牵引车销量连续16年 行业绝对领先 今年3 4月份 吉林石化在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有效推进重点项目 实施进度及安全质量 经营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链化主业实现盈利6.1亿元 面对原油价格持续高位 化工产品价格下滑等不利形势 吉林石化每天召开线上优化会 对原油库存 产品结构 加工流程进行整体优化 石油交收率同比提高1.85个百分点 同时重点装置基础设计 和详细设计优化等工作 有序推进 截至4月末 项目综合完成率93% 5月15号 央视新闻联播播发单条消息 奋斗者郑青春杨永修 在0.015毫米间创新竹梦 0.015毫米 相当于头发刺的四分之一左右 今天的奋斗者郑青春 我们要来认识的是一位 在0.015毫米间 刻苦攻关的竹梦者 它就是中国医器研发总院市制所高级技师 杨永修 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 一个发动机钢体上有一百多个孔 要保证钢体和钢钙密封性 钢孔的精度就得在0.015毫米以内 而这正是杨永修的绝活 我小时候挺喜欢汽车 听过中国医器的锅车 红旗叫车 天安美广场一走 那多自豪 怀揣着这份中国人自己的汽车梦 高考填报志愿时 分数已过本科线的杨永修 报考了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入职一气后 他刻苦钻研 忘我工作 很快成长为技术能手 当时发动机的数控加工关键参数 都被国外垄断 杨永修暗下决心 一定要突破核心工艺 让中国车能跳动中国新 他会钻研进去 用不同的参数去实验这个 达到非常完美的状态 从埋头对着图纸琢磨 到在不同转速道路切入间试错 经过数千次的试验调整 杨永修总结出一套核心参数 成功将发动机钢孔的精度 控制在0.015毫米以内 实现了这一技术的完全自主 下班走的时候 就是他一直在电脑跟前 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 他还是那个状态 就是坐在那个办公桌前 创新永无止境 近年来 杨永修攻克了130多项技术难题 节约和创造价值超过1200万元 前不久 企业还为他建立了 自己的劳模创新工作室 从技术创新 人才培养等方面 加快开展多项试制技术研究 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核心技术 掌握在自己手里 做强民族汽车品牌 我要是学习这种牵引的技术 向那个智能制造去转变 来更好的提高宏击产品质量 为强大中国汽车工业 做出自己的更大更多的贡献 蒋鹏是长春志愿服务队伍中的一名老资格 志愿服务经验丰富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 他第一时间加入长春市志愿服务联合会 在抗疫战场上贡献青春力量 一大早 蒋鹏就和同伴们来到库房搬运抗疫物资 统计分发物资的数量 需要格外仔细 蒋鹏主动承担起这项工作 在3月8日 我们就已经动员我们单位的党团员 去协助我们基层社区开展核酸检测工作 从3月13号开始进行并化管理 一直在外边开展代买代贡 代送以及物资转运 除了配合社区开展志愿服务 蒋鹏还通过社交网站 主动联系帮助了不少在网上求助的市民 4月15号 蒋鹏在网上看到市民龙俊迪的外婆出院后 无法回家 就立刻带领其他志愿者来到小区 用担价把老人平安送回家里 是一个特别踏实的大哥 对我来说是一个英雄吧 蒋鹏给我回来一句话 他说志愿服务是时时可为 处处可遇的 就是在以后的生活中 如果是我遇到 就是我能帮助别人的事情 我也会去愿意去做的 当他在做志愿服务工作的时候 他的身上散发出的那种正能量 我们很受感染 我们内心也是非常火热的 非常激情 我们也被带动了 感受到志愿服务的力量 任何一个时间 只要我们能够去有所作为 弘扬我们这个志愿服务精神 其实在我心里边会有一种自豪感 疫情期间消毒是阻断病毒传播的有效方式之一 那么家中不同物品应选择怎样的相应消毒方法 用消毒计时又该注意哪些事项呢 一 不同物品要选对消毒方法 主沸法常用于餐饮具消毒 一般主沸15至30分钟即可 主沸消毒的时间应从主沸开始算起 擦拭法常用于硬质物品 环境物体表面的消毒 如桌面 门把手和地面等 消毒液按规定浓度配好 将毛巾在消毒液里完全浸湿 再对虚消毒的表面进行擦拭 浸泡法常用于耐湿的餐具 玩具 织物等消毒 消毒液按规定配好 将需消毒的物品放入完全浸墨 30分钟后取出清水漂洗去残留 二 外出归家消毒 及时用肥皂 洗手液加流动水清洁双手 手机 钥匙等随身物品 用75%酒精棉球或消毒湿巾擦拭消毒 三 快递消毒 采取无接触式收货 取货时务必戴好口罩 手套 外包装可使用消毒剂喷洒消毒 或消毒湿巾擦拭消毒 放置10至30分钟 生鲜食品可使用慢速水流冲洗 或浸泡清洗擦干 处理结束后 及时用肥皂 洗手液加流动水 按七步洗手法清洁双手 四 消毒剂使用注意事项 含酒精类消毒剂不可大面积喷洒 需放置在阴凉闭光处保存 八字消毒剂不可和其他清洁剂混用 不直接对人体喷洒消毒剂 衣服上喷消毒剂几乎无效 还亦引发安全事故 不要往下水道大量投放消毒剂消毒片 下面来看我省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 5月15号0至24时 全省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 新增本地无症状感染者三例 均在白山市 5月15号0至24时 全省新增治愈出院确诊病例42例 均在长春市 新增解除隔离医学观察 无症状感染者44例 其中长春市39例 吉林市5例 随着吉林省疫情防控形势逐渐稳定 与时间赛跑的吉林春耕进展顺利 今年吉林省安排粮食播种面积 达到8600万亩以上 正常年景下 粮食产量稳定在800亿斤以上 重点地区扩大大豆种植面积 80万亩以上 目前吉林省多地 进入大豆播种和水稻插秧高峰期 今年吉林省向各市县分解落实 大豆播种面积目标464.5万亩 比上年增加了85.4万亩 超出国家下达大豆扩种任务5.4万亩 为了推进大豆扩种 我们调整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标准 提高大豆补贴标准 具体的标准 由各市县自行确定 公主领事给大豆种植户 每亩补贴500元 还对一些轮座的农户进行耕地轮座补助 每亩补贴150元 前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玉米播种工作刚结束 大豆的播种就随即展开 合作社在几年前就实施的大豆玉米兼做技术模式 对于赔肥地率 减少化肥农药使用 增加土地产出率 都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除了增加补贴之外 高产大豆种子的研发也是促进农户扩重大豆的因素之一 2022年吉林选育大豆品种十余个 省农科院下属吉林兴农大豆公司 大豆种子销售量比往年提高30%以上 今年我们一些高蛋白品种在吉林省市场上应用也非常广泛 品种的产量潜力也非常高 至少比原来的传统品种增弹8%以上 所以系列的品种推广 为我们今年大豆扩重提供了种源的保障 据省农业农村厅数据统计 截至5月16号 全省粮食作物播种已完成84.06% 同比快0.9个百分点 其中玉米播种已经结束 大豆已播种82%以上 来自省气象台的消息 本周全省平均气温16.5度左右 比常年稍高 其中19至22号 全省大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可达25度以上 16号开始 我省气温稳步回升 满足水稻移植条件 建议各地尽快完成玉米等作物播种和水稻泡田整地 适时开展水稻移栽 同时加强田间管理 及时查苗补种 未来一周降水少 中西部土壤缺伤区域可能进一步扩大 建议因地之谊采取抗旱保苗措施 并利用有利天气条件 试试开展人工增与作业 节目的最后走进吉林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 欣赏如霞杜鹃傲然绽放 五月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 粉红的杜鹃花傲然怒放 艳丽的花朵一团团一簇簇 点缀在山间步道上 簇簇艳若朝霞的花朵随风摇曳 从从含苞带放的花蕾静力之头 犹如时而热情时而闲静的少女 敬情诊视着曼妙的身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